根據省衛生廳的數據 新冠住院率好像有回升的跡象 那麼相信大家也都看得到 就說目前戴口罩的人 真的是不多了 專家說新冠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還建議高維群體 繼續接種疫苗加強劑 然而英國醫學雜誌 最近就有一篇報道 說新冠疫苗導致人群死亡率增高 另外被蚊蟲叮咬 感染疾病的病例也多了 大家該注意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邀請紐芬蘭紀念大學 也是多倫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流行病學教授王培中 跟大家一起關注 柏教授好 主任好 各位朋友好 是 這個新冠好像住院率又回升了 就是說目前這個新冠 在我們安省或是加拿大情形怎麼樣 首先新冠過了四年了 我們現在沒有像以前那樣 很準確的數據 因為沒有人群監測了 主要靠抽樣 就是在檢測中心裡邊 去做一些人檢查陽性率的情況 加拿大的確實出現上升 但這種上升是在低水平上升 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很多 另外群體的免疫力也是很大了 很高了 這並不說明沒有危險 但是危險比以前是低了很多 但是危險依舊存在 實際上不僅是在加拿大 我剛看到數據美國 英國 澳大利亞都在上升 都是在低水平上升 做風險 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在中國來講 就是本月初 因應感染新冠去世 其實它當然有一些慢性病 但是我最建議 如果有慢性病患者 特別是長者 這樣打疫苗還是非常重要 打過疫苗可以打加強 如果從來沒有打疫苗的人 就是你打基本的疫苗兩針 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要輕視 是 教授您說這個疫苗 就是我剛剛說了 這個英國醫學雜誌 最近就有一篇報道 說是打新冠疫苗 增加人們死亡的風險 我不知道您看過沒有 您怎麼看 不僅是看過 還有朋友來問我 把消息轉給我了 就是說疫情抗疫三年 這個死亡的人數增加很多 所以這篇文章解釋 可能是新冠疫苗造成的死亡 所以這個預防措施本身 導致死亡很多 它這科研做的實際上 它比較了2020、2021、2022 這三年的數據 跟基礎數據比 就是2015到2019 假設沒有新冠會死多人 假設沒有疫苗會死多人 這樣做比較 發現打了疫苗以後的 我們從引入疫苗以後 就是死亡增加 實際這個是報道 這個原文我看了 這個原文是問題很多 而且很嚴重 實際它我們在此以前有了充分的數據 是比較打疫苗的人 不打疫苗的人 這樣兩個比較是非常科學的比較 哪個死亡率更高一些 它這個時間順序比較 也就是說一個拿一個相關關係 解釋成一個因果關係 這是非常糟糕的 我們舉個例子 為什麼說相關關係不能作為因果關係 我們夏天每個人都吃冰淇淋 我們吃冰淇淋的消耗量跟夏天 溺水死亡人數肯定是正性相關 你不能說吃冰淇淋的增加 然後導致死亡 這是一點道理都沒有的 而且它吧過2023年以後的數據 好像是刻意沒有做實際上 這個如果把那個圖形分析了 屬於這個死亡人數 絕對是新冠本身造成的 不能說疫苗一點負重也沒有 不能說個別情形之下 打疫苗過敏嚴重症狀導致死亡 但是跟新冠本身比起來 還是差的很多很多 所以疫苗在預防疫情當中 拯救生命當中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所以這篇文章我們專家都在呼籲的撤稿 這個雜誌也出來解釋 這篇文章屬於意外的登出來了 但是被很多媒體炒作了 大家如果收到這類東西 一定要小心地看 一定要找正確信息的來源渠道 是 OK 反正就是現在打疫苗 還是最保護這個新冠最有效的 確實是這樣 特別是 像我們前面講過的 體弱的這些人 一般年輕人來講 可能風險不是特別大 因為他治病率還是比較弱一些 但是個別情況 還是不幸的情況還會發生 就像我前面講到我們那個同學 除了這個新冠以外 就是說還有一個就是夏天到了 體危我們前一陣子也談過 什麼皮蟲 萊姆病 還有這個西尼羅病毒 研究室這個衛生部 它有一個數據 就是說好像過去15年 這個所謂的一種無形體病病毒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有快速增加的趨勢 說的就是萊姆病嗎 是 萊姆病呢 大家都知道出個皮蟲傳播的 但是皮蟲呢 不僅僅傳播萊姆病 還傳播其他的病 就是無形體病 就是這麼其中一種 無形體呢 根據病原體的名字 它是硬細菌 就檢測當中不容易檢測 因為經常找 找不著 所以中文把它翻成無形體 就是找不著的 就是無形體病 實際上它的基本的情況呢 跟萊姆病的這個情況差不多 實際上的區別之一呢 就是它沒有牛斑枕 我們看的牛斑 牛斑圈 對 牛斑圈沒有那個 但是其他症狀 類似的起初跟感冒症狀相似 發熱 頭疼等等 這些東西都會出來 嚴重者會導致血液系統 神經系統 身衰等等 都會出現 所以基本上我是這樣考慮 如果你在室外活動比較多 這個情況下巧合 你要出現感冒症狀 應該就以戒心 因為確實如果拿單重感冒 解釋不清的話 應該向醫生建議 做進一步的檢查 這個病和萊姆病一樣 抗菌素是有效的 所以即時的抗菌素治療 就會避免更糟糕的結果 甚至更嚴重的事件發生 是 但就是沒有什麼疫苗 現在來講沒有疫苗 目前安省的發 加拿大整個的發病病例 明顯上升 20年前實際每年也就幾例 現在每年將近500例左右 這還是不完整的 這個疾病檢測是從今年 咱剛剛開始相信的這個病例 可能還會輸隨著氣候的變化 特別是我們冬天越來越短 越溫暖 夏天越來越熱化 所以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 所以大家到外面去還是應該 確實是這樣 我們想想預防那些蚊子的辦法 基本對這些都有效的 是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兒 謝謝教授 好 謝謝 我們今天帶給我們這些資訊 謝謝 謝謝 那麼就像王教授說的 其實新冠真的沒有離開 就是大家還是應該 盡可能地保持防疫警惕 如果你對疫苗 如果有疑問的話 就詢問一些醫療的專業人員 還有 要盡量減少被蚊蟲叮咬的機會